随着筛查工具更加普及 美国自2000年以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比例便持续稳步上升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2.8%的儿童患有自闭症 换句话说就是平均每36人中就有一人被认定患有自闭症 而在2000年时数字只有每150人中有一人患有自闭症 CDC儿童发展核残疾分部主任Matthew Manor分析 报告同时代表了CDC第一年报告出种族总体差异 其中非洲裔西语裔以及亚太裔儿童的自闭症患病率高于白人儿童 其中一个影响原因是有色族群中的筛查工具要比白人社区普及 自闭症之声组织呼吁早期检测至关重要 尤其当儿童在年幼时治疗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有提醒更多有色人种社区及时采取行动 举办更多宣导活动来普及自闭症的预防及治疗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举办更多宣导活动来普及自闭症的预防